2014年香港拜师回来 在火车上中午 最中午的时候 同修梦到一位法师摸着他的头 就像拜师的时候师父给他灌紧 那样的 跟他说你会到最高层的 听到这句话 他眼睛猛的一睁 看见二位法师穿着袈裟往西行 在沙漠里走得很远了 他只看到他俩的背影 梦就醒了 请问师父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有两位他的护法 来提醒他 你好好的努力 你可以到很高的天的 你可能可以处理六道都说不定的 明白了吗 明白 感恩师父